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爱丽丝的Channel 继上一集的伦敦人套房开箱之后 晚餐过来巴黎人吃饭 刚入夜巴黎铁塔都亮灯了 连酒店门口周围都亮灯很漂亮 顺便拍一拍夜景再进餐厅吃饭 看完这么漂亮的灯饰就进去吃饭了 餐厅的位置是在三楼 而我们都已经一早订了位置了 坐下了我们就预订了两份的Sat Dinner 除了前菜和第二道菜不用选外 其他的主菜甜品和酒都是二选一的 那就可以一样一份大家分享试一下 先来的是一份法式面包 面包很好吃 不会硬 里面也很软熟 我们选了一杯白酒和一杯红酒 前菜来了 每人有三只生蠔 生蠔不算很肥美 是小了一点 但入口也不差 而在生蠔上面的就是覆盆纸汁 第二道菜就是香草腌三文鱼半蟹肉 配柠檬腩油汁 入口是很清新的感觉 很好吃 另外预订了一份鹅肝 在我们的Sat Menu上面是没有的 外脆内软的口感刚好 再配上红酒的里 好夹 主菜来了 就是烤雪鱼柳半壮红花 番茄甜椒汁和香料米饭 这份鱼是意料之外好吃的 另外一份主菜 就是香煎慢煮黑豚肉 配蒜香刺山甘香草沙沙 豚肉竟然很爽口 而且它的肉汁也很粉乱 只顾着吃两个主菜 完全忘记了饭 这个香料米饭也挺特别 最终吃了两口 因为实在太饱了 甜品其中一样就是芝士拼盘 职员会推荐芝士车在客人面前给客人去选 经过职员介绍了不同芝士的分别之后 我们就选了三款 配面包和无花果酱一起上碟 先由最淡味的芝士开始吃 职员会按它的浓淡味道顺序排好 配上无花果酱就更好吃了 另一款甜品就是 封集红桑纸芝士和芝士 knock 我也是第一次吃有两种味道的梳芝士 酸酸甜甜的不会太多 吃饱饱走 顺便拍下餐厅的吧台位置让大家看看 我們慢慢走到酒店那邊 在這裡看上去第一座是瑞吉酒店 而第二座是倫敦人酒店 經回商場這個電梯位置可以上回酒店的房間 回到上房間窗外的夜景 剛剛好見到永利皇宮的音樂噴泉 而對面的聖Ridges都幾多人入住 今集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 按下小鈴鐺 有新片出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